女儿失念后,母亲只对她说了三句话,能让每个女人受用一生。 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孩失念了,与她想念三年的男友,在实习期间爱上了别人。 刚跟她一分手就跟心欢同居了,被分手的女孩伤心欲绝,无心上班,无心吃饭,无心与人交谈。 在女孩颓废了一段时间之后,女孩的母亲找到了她,只对她说了三句话。 女孩抱着母亲痛哭一场之后,竟然很快振作了起来。 不出两年,女孩不仅在工作上有突出表现,还遇到了人生中真正的真命天子。 在别人请教女孩怎样抓住白马王子的时候,女孩分享给了她们母亲对自己说过的三句话。 一,对待感情要拿得起放得下,她能应寻心欢,你也能在于爱情。 在感情里边容易变心的人,总是那个对感情付出没有那么多的人,也许被抛弃的人会过得很痛苦,也很不甘心。 但是转念一想,对感情如此不负责任的人都能逆寻心欢,自己比她更重感情,更值得被爱。 自然肯定能遇到真正的爱情。 需要自己做到的是,要拟心地对待感情,她来的时候与走的时候一样,都要学会从容接受。 对的人不会错过,错的人又何必强求。 二,感情里边要学会掌握主动权,不能被男人牵着鼻子走。 感情里边需要付出,需要包容忍让对方的一些缺点,这样才能让两个人走得更长久。 然而女人在感情里边要学会的是,要做到这些的同时,要保持一些理智,要学会掌握爱情的主动权。 二,莫要事事顺从男人的心意,莫要事事迁就男人,莫要被男人牵着鼻子走。 因为女人一旦被男人牵着鼻子走,最终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。 三,凡事都要靠自己,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男人而生存。 女人无能是对待生活,还是对待工作,一定要靠自己去努力,去打拼,自己才能够活得潇洒独立。 要妄想着,有了男人,他可以给自己衣食无忧的生活,有了男人,他可以替自己安排一份轻松的工作。 如果女人有了这种想法,那说明他已经在走下坡路。 一个女人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,靠自己的力量去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 因为依靠自己得到的东西才是最老靠的,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。 而靠别人得到的东西,只能叫做施舍。 一个靠别人施舍而活的女人,怎么可能会被人真正的捧在手心里?